拿DM仔細研究 坐櫃台前認真詢問 花博真驗館週六 集滿求職人潮 你那個自助餐那個 比較有興趣 小某時間也可以一方面 有一點經濟 找科技類的 因為我本身是職工系畢業 就我現在應該就是 三萬五起跳 北市福聚集一百六十六家企業 提供超過八千個職缺 但近年來缺工嚴重 尤其服務業餐飲宴更是受衝擊 業者開高薪搶人才 基層的服務員部分的話 薪資收成三萬五千元 上看到四萬二 另外我們的定主管部分是薪資 是上看五萬兩千元 一年能享有四次的調薪的機會 主管職部分是一年有兩次的分潤 日班同仁正值的話 大概是四萬五 四萬五到六萬左右 夜班的話是有六萬多塊錢的薪資 另外全場開出最高薪的 是科技公司產業 年薪來到一百八十萬 看重求職者外語能力 以及相關軟體技能 如果你表現得越優秀的話 我們還是會有額外的調整 福利的部分的話 目前來說我們公司是提供三餐 業者為了留住人才 開放近六成機會 讓無經驗的輕盈族能找到工作 這樣轉換跑道也非常有吸引力 這個我覺得還比較有 說有重視到說高齡 當然是沒有經驗的話也是歡迎的 因為我們的沒有經驗的話 我們既然會做教育訓練 透過訓練讓無經驗者也能一個月內上手 各領域業者開出優渥條件 希望能填補缺供缺口 三地新聞將不會羅沛與台北採訪報導 查看 感谢观看